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备的只有四种材料和四种调味 这次的食谱从传统茶碗蒸的基础上增加了水量 将蛋改成了更嫩的口感 如果想要解锁更鲜美的口味 就试试看加柚子醋吧 那开始前先烧上水 锅子的三分之一深度就差不多够蒸蛋了 接着就开始准备最重要的基底 这次的比例刚好是一份一颗蛋 其他材料也要按比例来准备哦 将鸡蛋尽可能均匀打散 轻轻搅动 避免泡泡的产生 基本均匀就可以加入日式酱油 味淋 轻轻搅动均匀 再加入海盐 如果准备的日式高汤盐味比较重也可以省去 然后按浓缩日式高汤说明的比例 加入足够稀释高汤的清水 边加水边轻轻搅动 传统的茶碗蒸蛋和稀释过的高汤的比例是1比2.5到3哦 这个食谱接近1比4 可以按自己喜好调整 然后当然也不要忘记加最重要的浓缩高汤哦 再次搅匀之后 用力往过滤一下 会得到更细腻的蒸蛋哦 最后将搅动时产生的泡泡去掉 就可以放在一边待用了 香菇是茶碗蒸里很重要的鲜味食材 也可以加入胡萝卜 花朵形状的胡萝卜是茶碗蒸的常见搭配呢 现在来切香菇 香菇先去掉根部 可以选择切成薄片 让口味分布均匀 也可以用小一点的整颗香菇 体验一口吃的满足感 整颗的香菇想要好看可以切个十字花哦 香菇比较小的话两个都要也可以 然后来切翻力背 这个部分可以替换成鲜虾或者鸡肉 建议一份放两颗左右就好 不然会盖过蒸蛋本身的味道 切成任意喜欢的大小就好了 如果是可生食等级的帆力背 也可以放整颗进去 准备一只可以承受蒸的热度的小碗 300毫升左右的容量就好 将刚才切好的食材均匀铺在碗底 再倒入准备好的蛋液基底 因为香菇会浮上来 所以切的十字花也刚好可以成为可爱的装饰哦 之前烧的水应该也沸腾了 可以直接将碗放入开水里 保证放进去之后锅里的水不超过小碗的一半就好 也可以使用蒸架 接着将盖子盖上 留一个小小的缝隙 这样是为了适当降低锅子内部的温度 防止蛋液沸腾 就保持这样 转中火蒸12分钟左右 根据炉子火力情况做调整哦 时间到就可以关火 不确定的话用勺子稍微戳一下蛋 看见汤是很清澈的 就表示蛋已经蒸好了 在顶部放上葱花香菜 还有柚子醋 再次将盖子盖起来 焖三分钟就完成了 超级超级鲜美的一道日式茶碗蒸就做好了 日式高汤 番栗贝 以及香菇的鲜味 全部都集中在这样一只茶碗里 鲜甜的口味 加上入口就会化成汤的超嫩蒸蛋 再对比番栗贝和香菇的Q弹口感 真的是超享受的美味 啊对 不要忘记柚子醋的惊喜 具体的味道试试看就知道啦 日式茶碗蒸和中式的蒸蛋很像 但却是调味完全不同的蛋料理 还没有试过的朋友快点坐起来呀 超级推荐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